前两天我在我的YouTube频道里介绍过BKKE的JTOWER楼盘 对于这个JTOWER23如果您想了解可以点击右上角 我只是没想到在疫情刚过的2023年JTOWER23还没开盘 在前销期销售进度就破了60% 从我接触他们楼盘的业务开始到现在还没超过一个月 他们就为了庆祝这个事再举办庆功宴并邀请我来参加 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他们是如何庆祝这个事情的 2013年有个神话就是有个叫Deck Castle的韩国楼盘 在开盘当日仅半天就销售一空但那个是十年前的事 没想到过了十年以后经历了疫情后还会有这样的事情 可见柬埔寨的房地产并不是只有中国人在畅读角戏 有勇望百货之前来柬埔寨的人和有勇望百货之后来柬埔寨的人 对这个国家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虽然现在有很多商场但在勇望没建成之前的2013年 可以买到东西的地方只有当地的百货 那时候柬埔寨当地有钱人买东西也都会去泰国买 说真的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想在这个国家常住下去 所以2012年我就离开了柬埔寨回上海做项目 2014年我重新来这个国家的时候 勇望百货已经运营了一年 今天从那个时候发生了质的改变 勇望在哪个区开 哪个地区的经济就会活跃起来 索菲特酒店和柬埔寨第一个公寓楼项目玫瑰冰江苑就在勇望一百货旁边 勇望二在森苏区开了以后 森苏区也起了不少高楼大厦 所以我感觉勇望梦乐城是柬埔寨的救世主 我在柬埔寨做的项目基本上也是跟着勇望百货的发展在走 这个就是日本人在柬埔寨的影响力 J Tower 1和J Tower 2租金在BKKE区是非常贵的 而且他们也是在京边少数在挑租房客户的酒店式公寓 这次J Tower 3的买家很多都是J Tower 1和J Tower 2的租户 这位和我碰杯的欧洲人就是我们认识的一位客户 他在柬埔寨开酒店 他原本也只是住在这里 就是觉得特别满意才决定从另一位业主手上买下来 虽然以前一直听说J Tower的居住体验非常的棒 但是今天在这个庆祝宴会和他们聊天才发现这个事是真的 今天晚上参加宴会的人里有已经认购的业主 也有柬埔寨当地代理商 在这里J Tower 2开发商并没有在现场进行销售行为 只是在单纯的庆祝 但是在我剪这个视频的第二天下午 由于有几位客户在问我楼盘情况 我便与他们销售取得联系后才知道 现在现场销售气氛火热 我也是内心安安在佩服 日本人对自己楼盘的自信 这个60%认购者 大部分是日本人和欧洲人 还有少量的韩国人 可见看好柬埔寨发展的人还是不少啊 说真的 对于十年前错失了BKKE的我 现在也很想买下一套 可惜现在身上的银两不够 看来我还是得多多加油 今天我也没什么好唠叨的 因为这件事情同样刷新了我的三观 柬埔寨就是这样再悄然的发生改变 今天是周末 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您在海外的生活健康开心 有这样子 첫天 那是 那是 那是